大家好,我是姚依珊 其实一个月并不长 想一想妈妈们生小孩 怀胎九个月后 不是都可以做一个月的月子吗? 这是很平凡的事啊 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 平凡化的去看待它 相信我们都可以很好的适应 就当作是给一直忙忙碌碌 劳碌奔波赚钱的你 一个放慢脚步 修养身心的好时机吧 人家不都说危机就是转机吗?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好好利用这一个月 去想如何在这个疫情过后 让它变成一个大转机呢? 反倒是前线工作者们 他们无私的爱和付出 还有牺牲不是你跟我 能轻易去体会的 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与感激 尽我们的责任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相信就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爱惜自己,爱护周遭环境 爱这个地球,你我都有责